那你要考慮是不是 它對它自己的毛髮過敏 避開可能過敏原 比如說常常吃牛肉 常常吃雞蛋 尤其是蛋白 剛好也是狗狗或貓貓常見的過敏原 那你一旦沒有藥物的話 大概又要重新就要開始了 看完醫生之後 買一點重藥給它吃 例如說甘草、黃旗、當歸、西洋森 這些應該是會有些錯的改善 第一名當然就是毛狼發炎 就長痘痘 比如說背部長痘痘 例如雪納瑞或是西瓜地白梗 背部就會長一些痘痘 第二個是皺褶是濕疹 因為是貓咪在冬天 它會一直窩著 它體驗濕氣比較重的話 它就會皺褶裡面會有一些滲出霧 那在夏天的話就是像一些摩咖 或者是一些比較有皺褶的狗狗 像發痘、陰痘 它們就會在皺褶處形成濕疹 第三個就是廣泛性濕疹 就是原因不明也沒有幹嘛 就發炎 第一個就是盡量跟施主討論清楚 它可能原因是什麼 而不是只是靠藥物 因為藥物只是抑制而已 抑制一陣子 那你一旦沒有藥物的話 大概又要重新就要開始了 那生成毛狼眼當然就比較麻煩 就是可能需要直接抗生素 如果是濕疹整片的話 那就是要去問說 那知識是不是 這溫度比較敏感 如果是比較敏感的話 可能建議就是外出的時候 可能是穿個風衣 或是不要去草地 要草地有多過敏原 第一個還是要去思考 它可能對什麼東西會過敏 避開可能過敏原 比如說 常常吃牛肉 常常吃雞蛋 尤其是蛋白 剛好也是狗狗或貓貓常見的過敏原 除了皮膚之外 比如說耳朵會抓癢 鼻子會打噴嚏 腳掌會紅紅腫腫的 那你要考慮是不是 它對它自己的毛髮過敏 是一個蠻奇怪的現象 其實不是對毛過敏 就是要打掃乾淨 除此之外的話 有些毛孩子 他是對抗生素反應不良 或是對肺骨醇反應不良 那可能他本身體質就比較弱 有時候自主也可以去看完醫生之後 買一點重藥給他吃 例如說 甘草啊 黃旗啊 當歸啊 西洋森啊 這些 才很少量 但是長期的投影 應該是會有些不錯的改善 臨床上也是我也常常看到這樣子 皮膚發炎的話 或皮膚癢很難受嘛 就抓抓抓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感同身瘦 盡量去配合醫生的治療 所以第一個就是不要悔急就醫 所以你可能可以跟醫生好好討論 然後做一些適當合適治療 適當的運動是有幫助 但是如果狗狗是皮膚比較不好的體質的話 的確是少去公園 因為公園的公園太多 各位哈同志的粉絲大家好 我是貝恩東月亮的醫師 叫紅油獸醫師 漢方健康條理 就從日常養護起